出卖合同的时候 没有跟同事签署一个房屋买卖合同 锁定房屋和锁定房屋交易价格 那么也不会给我们带来今天的这些问题 所以呢 给您二位 也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提个醒 就是我们在涉及到房屋买卖连环交易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充分考虑市场价格变化的这种商业风险 通过合同来避免这些风险的时机发生 其实看房屋买卖合同 最主要的就这么几点 如果我们是卖房的 第一点我就要知道我什么时候收到钱 那一定是越快越多越好 那么第二个期限就是 我什么时候把我的房子过户给你 卖房的时候一定要付上条件 你付完我全款以后 或者说他的付款付了80% 70% 我再配合你过户 过完户以后 双方再约定一个时间 我多少日内把房屋交付给你 这是我们从出卖人的角度 如果是买售人 反过来就行了 付钱的时间越长越好 交房的时间越快越短越好 买卖合同履行的就是这个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您这钱钱没约定明白 货货没约定明白 那您怎么保护自己 另外一个在整个房屋买卖合同当中 我们要特别注意一点 就是现在有很多户口的问题 户口迁移 尤其是可能跟这个孩子上学相关的 那么里面如果存在户口 是你本人的户口 还是其他人的户口 你能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 把户口迁出去 这也是很直观重要的 其实看买卖合同 说简单简单 说复杂复杂 我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就这么几点 你看住这几点 最起码不至于吃大亏